接着打开箱 一张机器除车 开外电源接上 航空插头这个口朝下 这个小口朝下 插上 绿色按钮灯显示 证明你的通电 接着软件的光盘取出 安装到 放进去 取出数据线 连接电脑 USB接口接着 这一段很重要 取出 功能相近 接着插口上 上紧螺丝 一定要上紧螺丝 要不会造成死尽现象 这一段好处的用螺丝大 大概意思就行了 给我们参照理解 这一锅很重要 先将镜头上的盖儿取出 这个位置 这个朝下 这个位置 记得这个位置 装在这个增加器呢 扭紧螺丝 固定好相机 固定好相机 现在我们装上 装上天地盘 这个房子的射线漏了 保护一下 装上天地盘 拿这个外皮 这有个 序列号 一定要记得 要安装的时候 要使用 这个随便 这个看的是2.1还是3.1 首先打开光圈 我的电脑 点击 点击这个IC 这个IC 这个 这就是安装 这是这个符号 这就是咱们这个软件的符号 这是安装程序 点击安装 这有好几种语言安装 我们选择纵容安装 安装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这相机是跟电脑连接的 安装软件 如果第一次安装 您可以看看这个使用指南 咱们直接安装 先安装驱动程序 选择USB相机 这应该因为我们之前电脑上已经有了 所以会出现这个提醒 完成 完成 返回 按那个驱动软件 刚才是安的相机软件 现在咱们按那个处理软件 选择IC第一个 选择IC第一个 这续练号就是刚才这个 这上面的续练号 这续练号就是刚才这个 这上面的续练号 I I SB 3 2 0 0 0 8 9 0 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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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 这时候就可以显示 咱们重新关掉软件 它自动弹出了 把所有软件关掉 在桌面上就会出现这个快捷方式 咱们点击快捷方式 这里就会显示 现在相机的序列号 这个就属于相机的号码 点击确定 因为我们出厂已经把相机的焦距 跟亮度已经调好 所以我们已经设计好了 点击这个自动 我们将曝光调到最大 四分之一秒 调到最大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调试好的最清晰的曝光 现在咱们开机 按着绿色按着 咱们看看这个相机 打开相机 现在上面已经有射线了 咱们看这个亮度很高 咱们可以 你看这个亮度很高 是吧 看不清东西 咱们看这个机器的 电压调低一点 调低一点 咱们根据看手的厚度 看手咱们就需要低的几两就可以了 将几两调低 现在这个屏幕上就可以看到清醒图像了 看得清醒图像了 如果你要看胳膊 手外的话 你就要把电压调高 这样视频就按了 咱们要把这个电压调高 看大腿都要调高 调到最大直 视频亮了就可以了 好 稍微调低一点 咱们现在看着有选花点 看着成像有选花点上面 工作时间到了 咱们机器有定时功能 一般工作时间一次是45秒左右 已经到工作时间了 看现在图像离近点 可能相机看不清楚 咱们操作的时候会看到有选花点 咱们这有个降噪功能 点击 点击这个设备 可能 拍摄 设备里面有一个 降低噪声 咱们选择8号 8真的 这个帧数越大反应越慢 这个降噪效果越好 但是如果32真的 现在这个降噪效果最好 但是反应速度慢 咱们用8帧就可以了 现在 可能相机拍到效果不明显 但是如果咱们实际操作 就会看着很明显的效果 咱们这个视频清晰度更好 更细腻 没有选花点 没有什么动作 这咱们现场 等到操作的时候 就会看出来的 好 这个功能就降噪功能 这个功能很重要的 在这设备里边 有个降低噪声 有个8帧 2帧 4帧 咱们都可以调试 试着看看 还看什么 你说图像 再就是储针图像 开机 咱们 把降噪关闭 反应速度快点 抓图里边 抓图里边 咱们保存图像 有快照 抓图里边有保存图像 它就会提醒保存的位置 名字 这都是咱们常用的 咱们保存一下 保存在座面上 随便设置一个 好 保存 保存好了 这也有保存功能 保存图像 快捷的 保存 在有些其他功能 咱们可以 一一的不讲解 但是很简单 一看就明白了一些功能 但主要咱们用的就是降噪 跟保存图像 好 操作完毕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